这几年当中 孩子除了接触学校专业的音乐课程之外 也参加了许多的校外活动 吸取了更多宝贵的生活经验 三年级时的夏令营 跟着音乐去旅行 他们在淡水渔人码头 情人桥下的演奏与星光辉映 四年级时在台中的五星亭前演出 也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五年级的东令营 你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盛面的音乐会 对牛弹琴 而且在飞牛牧场玩得可开心呢 六年级时在枫园的流星花园 举办了一场关怀老人的音乐会 上个星期六在园林高中 的关怀弱势儿童的慈善音乐会等等 这些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到了 若能将音乐分散出去 所得到快乐是加倍的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双钢琴演奏 由吴珍珍老师指导 郑宇成江润轩两位小朋友 所带来的第一大调双钢琴奏名曲 这首双钢琴奏名曲是著名日剧 《交响情人梦》里主角第一次弹奏 双钢琴的曲目为莫扎特所作 这首乐曲充满愉快的气氛充分展现 双钢琴所需要的默契 更需要个人技巧上的纯熟 实为一首技巧高超 而需具备高雅音乐性的乐曲 请大家慢慢欣赏 我们现在欢迎两位小朋友的演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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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